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大家好我是比爾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比較輕鬆的東西 GOGO的月租費要怎麼選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剛買車的新車主啊 那這集對你來說很重要 如果你是現有車主想要更改月租費 不知道該怎麼用的 那這一集也很重要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首先呢這是我們GOGO的官方首頁 第一個項目叫做自由省系列 其實自由省系列它就是叫做耗電量的方案 然後它這邊第一個是高用量自由省 我們GOGO的月租費都有分單電池跟雙電池的車款 那單電池當然就是我們那個GOGO的V吧 就是上次我騎去荒蕪地騎不上去的那一台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點我們這支影片看一下 再來就是兩顆電池的方案 大多數的車種都是兩顆電池的 再來就是月租的部分 單電池跟雙電池的月租一定是不一樣的 那其實重點在於下面這個 有綁約的部分 我以雙電池來說好了 它的1269啊 是沒有綁約的 意思就是說 你1269第一個用完啊 你只好月底前更改 都可以再更改為其他的方案 然後如果你直接綁18個月的話 它就變成969 簡單來說就是每個月折300塊給你 計費方式啊 一電池使用量計價 我剛剛是不是講過它是計耗電量的 所以就是說啊 你每個騎法都會有影響 你今天一個人騎跟兩個人騎 你再重不一樣 你的耗電量一定會不一樣 跟你的黃金右手 你今天吹的很大力那一定比較耗電嘛 可是你今天都順順平穩的騎那一定會比較省電 再來就是 每個月的贈送電池折底金 它贈送3000元的折底金 大概可以騎1304.3A 可是使用里程1600公里 好這個3000塊啊 我來解釋一下 它3000塊的折底金 很多人誤以為說可以折這個月租費1269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 3000塊的折底金就是另外給你的 1269叫做基本費 你不管有沒有起啊 這1269你一定會繳到 然後啊 3000塊去換算成安時的話 這邊也寫了 3000塊啊 大約可以使用的安時 換算成里程 大約是1600公里 它這個只是寫大約而已喔 不是說你一定可以使用1600公里 給大家看一下App可以把你的公里數換算成安時 你看這是我App的截圖 我總共騎了66公里 但是它已經消耗了80安時了 那我平常騎車算是偏快的人 所以如果你想要換月租費的話 你卻不知道怎麼換 你可以參考你的App這個頁面 再來就是這個優惠的部分 這邊有寫一個動態折價 App找綠點最高折扣8折 你把你的App打開來看 你看喔它這邊會有分 黑點跟綠點 基本上你只要去找綠點換的話 它都會有折扣 那當然 不一定會是8折 這只是最高可能是8折 一定有可能是9折 有可能 這個就看你的運氣了 解釋一下遞延折扣 假設說你的3000元的里程金沒有用完的話 剩1000塊好了 你剩下的那1000塊 它會遞延到下個月給你用 不過 啟動條件 挺好的 你要先把你下個月的3000元騎完 它才會讓你用剩下的1000塊 那你這個月沒用完 這個1000塊就不會再到下個月了 OK L就是有免費的性能提升服務 你有看到你螢幕中間那邊有亮一個紅色Support的鈕的話 就是這個免費的性能提升服務 你有把它打開來 這個方案就是內涵不用加錢的 有些方案是要另外收費的喔 在下面這個也是自由省系列 只是說這個就是比較低用量的自由省 它單電池跟雙電池的計費方式完全一模一樣 一個月就是319塊 一樣 一安時2.3塊 它的贈送的里程金是200元 大概可以騎87 安時左右 87還是可以騎 多遠呢 還記得我剛剛的那個截圖嗎 你看 我已經騎了 80安時 但是我只騎了66公里 這就代表說 我大概70公里左右 就會 把87安時用完 我用完的話 每安時就是以這個 2.3塊做計算 所以這邊寫了105公里 只是一個預估而已 如果 以我的用法 我覺得105公里算是蠻高估這個電池的用量 我最高紀錄喔 我有騎過一次 我 騎了 44公里 我用了78安時 因為那天我從 台北騎到桃輪 然後我走山路 然後就很快就沒電子 而且我體路又是 油門吹要底的狀態 如果你騎車也是跟我很像人 那你就自己去斟酌看看 你可以去計算一下 你大概可以用多少的安時 一樣有動態折架 遞延折扣 免費性的旅程度 再來就是育學旅程系列 這個系列寄費方式很簡單 單純就是寄旅程數而已 只有雙電池的方案 分別為529跟849的方案 寄費方式 假使說529你有騎超過這個 315公里 每一公里會價2.6塊錢 849 630公里 超過的話 1公里是1.6塊錢 一樣有遞延旅程 假使說你的529方案你騎了300公里 一樣15公里遞延到下個月 單前提 把315騎完 還可以用 你剩下來的15公里 一樣有免費的性能提升服務 可以把它打開來 下一個 吃早寶系列 一樣有分 兩個電池 單顆電池的方案 月角1299 它的內容 完全不限理成 你愛怎麼騎就怎麼騎 但是條件 每次用 就是要用3個月 月出費很簡單 就分為這幾種而已 我這樣解釋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比較清楚一點點 如果你是剛想要買車的朋友 我會把這個官網連結貼在下面 你就可以點進來看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 為大家帶來的月出費 講點 希望大家都聽得懂 而且對大家有幫助喔 不然我們這種 GOGO系列的影片的話 一定要追蹤比爾 EG31 那我們下一次見囉 掰掰